我们常说生活要有一点仪式感 今天是孔子诞辰2572年纪念日 我身后就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的山东屈副孔庙 每年今天我们都会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祭孔仪式 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 新丑年祭孔大典即将在这里举行 一起来看看我们是怎样给至圣先师孔夫子过生日的吧 上午九点仪式在九声中响中开始 古人讲究沉中木骨且九为杨树之极 名中九响象征最高礼仪 在万任宫墙前三百名礼生合唱三分钟论语节选 祭祀人员分三路进入 这是祭孔大典开始前的第一步开成仪式 我们来到圣石门 孟子将孔子誉为圣之使者 意思就是圣人中能适应时事发展的人 六名古装仪仗礼生 打灯提炉托盘 带领来宾队伍进入圣石门 打开孔庙庙门 完成大典前的第二步开庙仪式 中东西三路继子人员经碧水桥 走到大城门金生门御镇门前 这里是孔庙最后一道大门 为什么称为大城金生御镇呢 也是欲出孟子 即大城也者金生而御镇之也 成语金生御镇 就是用来比喻人的知识冤卜 设置这三道门啊 是为了表示对圣庙的礼敬 欲有重大仪点才开启中门 平时只能从两页出入 大城门呈珠红色 每组扇门按照皇宫礼制 共有108颗门钉 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礼制 三声门赞后 大城金生御镇三门同开 这就是大典前的第三步 启户仪式 祭祀人员来到大城殿前 面向信坛 也就是纪念孔子讲学的地方 为什么叫信坛呢 这来自庄子的记载 他说啊 孔子修作户信坛之上 弟子读书时呢 孔子还会弦歌古琴来伴奏呢 想象一下这场景 这才是素质教育嘛 原来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呀 言归正传啊 在大城殿前 敬献花篮 月舞告祭之后 主祭人员攻读祭文 全场祭祀人员 鞠躬行礼 即告礼成 我们今天祭祀孔子 既是要自己学习和传承传统礼仪文化 也是要向世界展示礼仪之帮的文明传统和崇礼气象 最后啊 也让我为大家行一个传统一礼 有问题问answ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